今日,黄欣颖在个人账号下面,晒出了自己的婚纱罩 此举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都在评论区里面,纷纷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可是也有不少的人,就起之前的黑历史揪着不放 在黄欣颖和老公恋爱之前,她还有过一些丑闻 在此之前,媒体曾拍到她和李思杰共处仪式的照片 事发之后,两人并未下场名言 这无疑是默认了双方的关系 凭借着这段热搜,黄欣颖一度成为了流量话题女王 到手的好资源很是不少 在黄欣颖资源接到手软的时候 李思杰顿时明白自己是被利用了 不甘心的她有次在公开场合 竟然当场让黄欣颖难堪 还有知名的安心事件 当时的她和马国明,是男女朋友关系 可是某一天却被媒体派到她和许志安接吻 当时的许志安已有妻子 黄欣颖此举无疑是坐实了自己是小三 脚踏两条船 那么,黄欣颖在结婚前到底都发生了呢 她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黄欣颖虽然颜值,学历都不缺 一出道,也是以港节亚军的身份 可是她始终差一点机缘 看着娱乐圈中部分人借着绯闻实现了大火 她也想复制粘贴一下 于是便把目光对准了李思杰 李思杰作为娱乐圈的前辈 无论是名气还是身份都不缺 加之她还是单身 之前还凭借着八卦神探这部剧 获得了万千星辉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在拍摄《以和为贵》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他们关系匪浅 事发当天 黄欣颖乘坐对方的商务车 来到了对方家里留宿 待媒体将照片公布在网上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任何声明 在娱乐圈中 有这样一句话默认及承认 所以无论是媒体还是观众 也都以为他们在一起了 凭借着这一绯闻 黄欣颖一跃成为港圈的话题女王 甚至不少影视作品纷纷找上了她 据传《东坡家室》这部剧 也是因为她的话题度找上她的 要不以她那时的咖位 是绝对进不了那个剧组的 事情还没完 待话题度过去后 可能因为无需再绑定 所以两人之后再无任何绯闻传出 面对黄欣颖的若离举动 李思杰终于反应过来了 不甘心的她有次近在公开场合 问对方多少钱 黄欣颖意识被问住了 待反应过后 强硬地回复了一句无价 据悉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两人再无任何来往 这件事结束之后 又发生了著名的安心事件 谈到这件事情 就得谈谈另外两个人 马国明和郑秀文 女方当时是有男朋友的 对象就是著名演员马国明 当时两人是在拍摄 On Call 36小时2的时候认识的 据传 在剧组拍摄期间 黄欣颖经常借着拍戏的问题 向对方讨教 面对女方的主动进攻 马国明的心自然会有所心动 之后两人便水到渠成地在一起了 据传 南方为了两人结婚 已经在准备买婚房了 还有郑秀文 他和许志安一见如故 尽管当初两人分分合合 可是最终还是双双携手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2019年 有媒体拍到事件的主人公 黄欣颖和许志安 在车内连续几吻20多次 超16分钟的视频 此视频一发布 顿时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和谩骂 事发后 许志安选择了主动认错 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酒后乱性 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但还是想寻求妻子的原谅 面对老公的公开认错 想到两人这一路的不易 妻子郑秀文选择了原谅对方 也愿意给对方一个机会 马国民看到女朋友的出轨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了原谅 可是在这件事过一段落后 两人便宣布了分手 尽管马国民和郑秀文 都选择了原谅 可是此次车内积稳事件 让两人无论在事业 还是个人生活中 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作为媒体主攻炮火的黄新颖 更是损失惨重 不知事后黄新颖 有没有为了这件事情 而感到懊悔 这件事情里 她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 据官方资料显示 黄新颖出生在美国 作为西方教育的发源地 和集散地 她的思想还是行动 都是教导人学会开放和包容 黄新颖受其教育影响 想今朝有酒今朝醉 尽情享受生活的每一天 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她做出的那些事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还有就是 她选择在娱乐圈奋斗和打拼 众所周知 娱乐圈是一个繁花四季 拥有着高曝光度 和吸睛能力的圈子 很容易让心智脆弱的人迷失了双眼 或许黄新颖发生上述那件事情 也和这有关 据悉 黄新颖的老公黎万红 是一位鼓手 两人于去年公布了恋情 之后便经常相约逛街 遛狗 旅游 他们此次的婚礼的不算豪华 向来以刻薄为己任的港媒 也出口就没好话 说她婚礼很寒酸 能省就省 连裙挂都没 精气也很少 只有对龙凤主而已 婚礼没定在高级饭店 而是选择了元朗景田的一个地点 举行户外婚礼 道场的圈中明星也很少 只有南方邀请了几个乐队的前队友 黄新颖的TVB前同事们一个没看到道场 好像也没有公开送祝福的 不过虽然是话欠缝 热闹还是有的 两人两狗举办婚礼 笑得很是开心甜蜜 不知道她复杂人生故事的话 只看这张图真看不出 她背后有那么多血雨腥风的往事 虽然嫁人是喜事 但了解黄新颖性格和作风的吃瓜群众和媒体 对于她突然决定结婚 都还是蛮惊讶的 早在婚讯报出时就传出 是不是因为怀孕了 所以才凤子成婚 如今看起来 还真像那么回事 黄新颖全家都隆重出席送她出嫁 而她和家人的所有互动 都透露着一股若隐若现的韵味 一家人和她拍照时 都遮住了她的肚子 尤其最有说服力的 是黄新颖和好友的公开互动 商台DJ谢倩佳参加完婚礼后 再因此催黄新颖赶紧造人 两万块红包催生 黄新颖不但大方转发 还笑嘻嘻回复说 两万块我要啊 要是普通人 不用抠字眼 可换成女明星 这么公开互动和回应 几乎就等于和官宣自己 确实怀孕了 差不离了爱 而看到婚礼现场的 第一感觉是这样的 不愧是她 好胜新颖 果然真爬在前男友 马郭明前头 抢着把婚给结了 热度风头一次性 拿了个够本 明知道马郭明那边 紧锣密鼓在筹备婚礼 一边拍戏 一边赶进度等着结婚 并且也早早公布了 婚期在年底 这边黄新颖却一概 往日不认爱的作风 不声不响就把承认恋情 登记结婚举办婚礼 疑似怀孕一口气 全给安排落实了 即便前男友受大众祝福 自己被万般嫌弃 也要找个角度搬回一城 压对方一头 不服都不行 为这份即便被逐出娱乐圈 也依然好胜不改地要强心气 再说她的婚姻和伴侣 给人的感觉又是这样的 比起她过往任何一个绯闻对象 出轨对象 恋爱对象 这个现任丈夫其实都是审美降级之下的选择 知名度是利润里最低的 身家也是利润里最不够看的 外形也没过往任何一个帅气 连好看都谈不上 年龄也不小 不过你换个角度看 黄新颖依然是个赢家 宁猛是她认识多年的异性好友兼备胎 之前一直有稳定交往对象 还和女友2017年定了婚准备结婚 可2019年 黄新颖爆发安心偷视事件 身败名列后 原本和女友感情非常好的宁猛和未婚妻 急速取消婚约分手 在黄新颖最低谷期送上温暖陪伴 用真情打动了女神 终于得到了上位机会 成为女神的选择对象 2019年年底和前未婚妻分开 2020年初被拍到和黄新颖拍拖实锤 尽管落了点骂名 但主打一个抓住机会不松手 也终于得偿所愿 之后你猛在恋爱期 也没因为追上了女神就松懈慢待 而是更加投其所好的付出 黄新颖还想当明星又不被待见 宁猛就给她当制作人 帮她转战乐坛 不管别人咋说 都一个尽支持认可鼓励 最终让黄新颖答应下嫁 还许愿赶紧当爹妈生孩子 你看我说这些 好像是在夸你 猛终于被胎转阵变赢家是吧 其实不是 准确来说 在黄新颖的世界里 她才是按照她生存逻辑下的大赢家 你看她的性格 好强争胜 见不得别人超过自己 早在悬港解时 不满新二代汤洛文是冠军热门 主动出击带节奏 说她新二代背景欺负人 几番操作下 汤洛文大热倒遭三甲不入 她自己黑马跑出当亚军 之后在TVB更是讨到高层欢心 率先上位 让汤洛文这个贝塔 是为素敌的昔日对手 给她当配角打下手 迎进风头 恋爱也一样 几乎每合作一个男主 都要传一次绯闻 层层升级知名度迅速跑出 再然后用小粉丝姿态迷倒马铭 上位女友 也因此事业在进一步 被捧成女主角级别的选手 眼看就要奔赴当家花旦地位 那会儿汤洛文还跟小胡咖谈恋爱来着 高下立愤 她又赢 哪怕是出轨 找的也是天后的男人许志安 让郑秀文成为自己手下败将 甚至还去健身房 和郑秀文同逛经济 有多虚荣肉眼可见 出轨导致扑街后 也不愁寂寞 短短颓废没多久 就说了爱慕她已久的观音兵 而且对方也是个 有优质未婚妻的男人 甚至毫不犹豫为了 她告别了上一段感情 怎么讲 她又赢了一次 哪怕对手是个圈外宿人 她也要赢 所以不用说了吧 这就是一个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境地 也要让自己成为赢家的女人爱 希望她这次得偿所愿后 曹都无口的故事会就此结束吧 只是可能性有多大 不好说 总觉得平静两个字 应该和她没有关系的样子 不过在这里 还是祝愿未来的她们能白头偕老 恩爱两不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